陈时点点头 跟姐姐说要好好休息 她才去后院喂鸡了 哎 刚刚那姑娘倒是不错 要不是现在不合适啊 我都想厚着脸皮打听打听啊 洛川没什么感觉 川哥 你觉得那姑娘咋样 你要是看得中 我回头就托没人打听打听 问一问 洛川想了想刚才看见的女子 也没有多喜欢 但也不讨厌 陈大妞冷静沉着 看着是个聪慧的人 那姑娘也不知是谁家女 看着冷静沉着 是个聪明的女子 这样的女子管家才管得好 她都没看你两眼 正明啊是个有礼数的 人品也不错 没有贸人的请我们进家门 正明家里交得也好 川哥 你好好回想一下看看 刘氏当时没有注意什么细节 但现在细细一回想 那是满意极了 这样懂礼数的女子 才是媳妇的首选呢 样貌没有很美但也不丑 只要是个聪明的女子 普通的样貌也能越看越顺眼 越来越喜欢 我听沈沉的 那成 回头沈沉就找没人打听打听 看看是谁家的 有没有婚配 要是没有婚配 那沈沉就托人问问 看看能不能成 好 这次啊 一定要好好打听清楚 同样的事情 沈沉绝不会让她二次发生 她没有儿子 洛川的爹娘又去得早 她和洛川的娘是周历 她只生了个女儿 洛川娘过世的时候 就把洛川托付给她 让洛川给她做儿子 洛川是洛家唯一的独苗 刘氏就想给她找个身体健康的女子 成婚生子 能多子多福 洛川不由地笑了笑 沈沈 不着急的 你慢慢来就好 好 沈子 一定会给你找个好媳妇的 贤妻在家 万事无忧 贵游师傅 我能进来吗 进来 什么事情 贵游师傅 是这样的 虎子叔叔家的陈时 想要练功夫 我可不可以教她呀 你是真能折腾 自己都没出师 就想收徒了 苏小璐自知没理由 她低着头 贵游看着她好似快哭了 难道是越长大 越像个女孩子了 女孩子总是爱哭的 你要教也不是不可以 但有一点我要说明 你该练的 一点都不能少 好 贵游师傅放心 我绝对不会拉下练剑的 苏小璐一抬眼 眼睛亮晶晶的 却跃的跳起来 太高兴了 她都做好了 龟游不答应的准备 没想到 惊喜来得这么快 龟游神色不减 刚才不是要哭了吗 怎么这么快 就高兴了 哼 女人 翻脸果然比翻书还快 都不捐 我都不捐 你吃吧 都不捐 都不捐 都不捐